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不行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先结束一段了 干净了 再来 对 那第二个是不乱投履历 这个乱投履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的身价可能会大跌 因为你同时在这个敬业里面 每一间都丢了履历 那未来有机会这个交流的时候 发现说你好像每一间都去敲敲门 去试探一下的感觉 就表示你不够诚恳了 对 这个厉害 对 就像把妹说乱枪打鸟 对 一次其实布了十个线 有的时候十个都没有也就算了 有的时候突然十个都有你就死了 如果这十个又互相有交流更多 对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与老东家交恶 这个我刚刚提了很多 就是一样你分手的情侣 不要交恶 不要说别人的坏话 最好就说自己哪里不足 也许这个工作我哪里哪里不足 我可能没办法升任 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人钱留一线 那第四个我们就是谈到刚刚薪资福利的部分 如果薪资加上福利 未达1.3倍我们就不轻易易到 那为什么是1.3倍 所以1.3倍 就是你原来是1万 你没有到2万3就不要跳了 不是 是1万吗 1万3 那为什么是1.3倍 我这边是包含了福利 不只是薪资 那为什么1.3倍 因为我们可能在这间公司工作了很久 有很多的年价 有很多的资源 人脉 那你跳槽了之后你会有磨合期 而且你的年价 完全就是归零了 这些成本我觉得要算进去 年资也都归零 要为了说月薪可能多了2千块 然后一跳到那边结果归零 对 或者说月薪多2千块 结果他年终少两个月 对 没错 没错 讲得好 所以你要把整体的这个考量 考量进去 那第四个呢 就是没有谈定不轻言的跳槽 不轻言的离职 有时候呢 这个场上在面试你 面试官面试你的时候 口头上会跟你说 你不错 你不错 好 那我们 然后玩了回家就 我跟你讲 我要跳了 我们跑一下 然后你就开始 交办这个离职手续 然后整个公司还办了这个 欢送他 结果这个公司他隔了两天 面试了一个更好的人 他找了别人 但他不一定跟你讲 因为你没有持续的跟他联系 如果你真的找定工作 你要跟他谈定你 上班的日期 是 那要拿到他的线 他会有一个书面的线 那确定两边都有共识之后 你再来这边办离职 不然你可能就是会两头空 是 没错 好 我们孔子讲的君子不弃 你要把自己设定成水一样 你换在哪一个容器就变成哪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把自己设计为 所有老板都认为你是可利用价值的那个人 那你到时候不管转职离职 你都会非常的顺利 祝福大家 没错 所以不管是这个求财还是要转职 都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祝福所有的人 大家都顺顺利利 今天也谢谢所有来宾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现在是一个财经济盛行的时代 也是一个电子商务来临的一个时代 不管你是网购还是网拍 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通路服务 我自己也卖了很多的书 当我卖书的时候 我就考虑到我的书要怎么样 才能够在一个我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点 配送到我的独特的手上 经过我货比三家之后 我发现如果是以五公斤的一个重量来看的话 那么在同一个县市的话 那最贵的是宅配 第二个是货运 最便宜的是邮局的包裹 如果是跨县市的话 那最贵的是货运 第二个是宅配 最便宜的也是邮局的包裹 所以你的货物如果没有时间性 没有新鲜度的一个考量的话 那我希望你如果要做电子商务的人 应该去考虑一下 开始去研究一下 从哪一个角度可以让你的服务最到位 让你的成本最低 Costdown就是你增加利润的好机会